下面来讲解去除面部油光 打开这个面部油光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油光效果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油光效果呢 给它进行去除 首先选择工具箱中的套索工具 然后在油光的位置 按住鼠标拖动 创建一个选区 注意将这个油光部分呢 给它框选中 框选的时候呢 要注意边缘稍微的留一点点 这个油光效果 选中以后 选择修改 语化 对它进行语化 语化的半径设置为25 设置完成以后 使用吸管工具 这一点非常关键 在正常的就是没有油光的皮肤位置呢 单击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注意正常 不要在这个位置吸取 你要在这位置吸取 它本身就是油光 对不对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吸取 吸取一个颜色 它就是一个前景色 吸取完成以后 创建一个新的涂层 注意单击涂层面板下方的 创建新涂层按钮 创建这样的一个新涂层 然后按 out加delete键 将这个选区呢 填充前景色 这个前景色是哪个颜色 就是我们刚才吸取的这个人物的皮肤颜色 对吧 out加delete键填充 现在看 control加d 取消选区 油光效果 如果去除的不是太好呢 我们可以将图层一的混合模式 改为正片叠底 不透明度调为50% 看一下油光效果呢 就去除了 现在再看 非常完美的就去除了 现在看一下前后效果对比 这是油光 它的一个去除方法 就去除了 好 感谢观看